男人正在银行上班 突然 所有人立刻熟练地趴在地上 丝毫不影响聊天唠嗑 下班回家的阿伟偶遇没你 他一见钟情了 彬彬见状赶紧劝他 戴墨镜的都不好惹 然而阿伟依旧上前打招呼 主角去世 电影结束 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里是游戏世界 作为NPC的阿伟再次从床上醒来 跟金鱼打声招呼 随即挽起了窗帘 他和往常一样购买一份咖啡 一反常态地要求把NPC电种整猛 阿伟见状只好表示 玩笑而已不要认真 之后阿伟一如既往地上班 一如既往地被打劫 然后熟练地趴在地上 这次梦中女神的身姿给了他勇气 屏幕对面的玩家傻了 这什么桥段 看着渐渐远离的女神 阿伟直接反杀了玩家 戴上墨镜 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他询问周围的NPC是否能看到 结果莫名其妙接了个任务 他好奇地捡起医疗包 全身立刻恢复健康 捡起面前尸体掉落的金钱 账户余额真的多了好几千 这天晚上女神企图潜入大楼 没想到阿伟竟然一路跟踪了过来 眼见事情败露只好开溜 他拿出传送枪直接回到大北 阿伟二话不说也跟了上去 女神还以为他是萌新玩家 于是耐心地为他讲解游戏的玩法 为了达到和女神组队的最低等级 一级的NPC阿伟决心踏上升级之路 升级的方式很简单 那就是赚钱和打人 而正直的阿伟并不想搞破坏 于是他决定四处行侠障礼 看见公路打劫的玩家 他上去就是一套军体权 这个男人想要阻止抢劫 结果被罪犯当场KO 下一秒他就活了过来 原来这里是游戏事件 这天他看见有人在街边乱放烟花 一个小黄人还朝他丢来了手内 白送的武器不要白不要 他刚丢出去结果又弹了回来 靠着无限复活 他强行用命来行侠障礼 通过24小时的爆竿做好事 他的等级和金钱不断上涨 创造了游戏升级速度的世界纪录 一时间成为了所有玩家的偶像 另一边的女神依旧在潜入 他的目的是找到封测玩家的游戏录像 然而东西刚到手就触发了警报 游戏外的好友疯狂操作协助女神 突然一辆摩托飞了进来 由于守卫是无限产生的 两人只好开车逃离 在街边散步时 他们同时选择了同种口味的冰淇淋 这种奇怪的巧合成功攻陷了女人 屏幕前的玩家呆住了 因为这游戏根本就没有亲吻功能 此时游戏之外的好友冲了进来 他兴奋地告诉女神 阿伟是数据自我成长形成的NPC 这套程序逻辑只有他们的游戏可以实现 这代表着 当今最火的游戏一定抄袭了他们的代码 这个消息让女神又喜又怕 虽然证实了游戏抄袭 但厂商即将在48小时内清除全部数据 届时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包括觉醒的NPC阿伟 于是女神上线告诉了阿伟一切的真相 残酷的真相让她难以相信 但事实就摆在面前由不得不信 失落的她找到冰冰谈心 而经过冰冰的深入交流 阿伟终于重新振作 两人决定帮助女神拿到游戏录像 他们刚到这里就撞见了风测玩家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玩家居然是阿伟的铁杆粉丝 于是阿伟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录像 他带着录像找到女神 两人刚打开录像 面前出现错误代码 男人向女神挥手却得不到回应 他发现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世界开始崩溃 游戏被男人一个回车键重启了 经历重启的阿伟恢复了NPC的行为逻辑 女神尝试用情感唤醒她 可这一切都徒劳无功 软得步行来硬当 女神二话不说节走了阿伟 强制给她戴上玩家眼镜 并用深情一吻唤醒了阿伟 清醒的阿伟带着女神来到家里 原来被抄袭的底层代码被藏在了视线之外 这代表着 只要突破游戏的编辑 就能找到抄袭的铁证 游戏公司终于坐不住了 为了保证即将发售的续作大卖 他们决心毁掉这些不受控制的游戏数据 眼镜两人逼近边界 老总直接放出游戏里的终极武器 所有玩家被游戏公司强制离线 而女神的好友悄悄把画面直播给了所有玩家 没想到阿伯比杰哥还有 关键时刻冰冰丢给他玩家墨镜 他直接把墨镜戴在杰哥头上 杰哥瞬间化身快乐宝宝 无计可视的老总决定与死亡 他决定用物理方法摧毁游戏世界 好在最后关头 阿伟还是登上了被隐藏的原版世界 那正是游戏抄袭的铁证 于是老总被逮捕 阿伟和其他NPC在新的世界继续生活 这时阿伟告诉女神 女神恍然大悟 自己的名字叫艾薇 而阿伟有着和自己完全相同的爱好 作为程序员的好友从没被重点提及 却一直在努力付出 因为熟悉艾薇的一切 所以她创造了阿伟 知道真相的艾薇摘下耳机 因为深爱 所以不求回报的付出 虽然很笨 但正是因为这份纯 真爱才会显得一符珍贵 当然 只要长按点赞 你就可以收获我的爱